诶 怎么还有一个 这次看蛋不会就干 我是厕所清洁工一款 上级领导给我下达任务 只能拾取藏在厕所的武器 独自一人 全间敌人 讲道理啊 就算这把真的被我吃到鸡了 那也是一只臭鸡吧 你们是魔鬼吗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 以前的时候啊 像厕所这种穷地方 我可是连进都不会进的 作为一座城不如结一个人啊 我根本不知道哪里厕所多 但是按理说 房子多的地方应该厕所也多吧 我们直接落批层边上的厕所 急叫包 扩容 消炎器 手雷 很棒 我一会儿就用这个消炎器 捅敌人的屁股给它捅死好不好 赶紧溜吧 天上还飘着不少啊 请放开那些厕所留给我 等等 这个任务 捡厕所装备等于舔厕所 舔厕所不就是吃屁吗 我猜反应过来 原来你是在骂我呀 哇野牛 就是有点臭啊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们先把自动拾取关闭 避免一会儿自己自动捡东西啊 整理完毕 我们动作要快 整个屁股的厕所都是我的 不能被你们填一口 看着一地的东西啊 都不能捡 隔壁楼有一人 赏他一颗珍贵的厕所边舍雷吧 外面还有一个 想要抢我的人头 看我把你的十根脚趾都打断 看我打得准不准 他这个动作一看就是脚疼 他还有队友就在房子后面 子弹仅剩三十七发了 无头无甲 再杀两人应该没问题 看到了 他从前面放进来了 我给你们表演个二人转啊 看到没 嗨兄弟 一个人浪费了我四分之三的子弹 也是后葬了 还上十发要谨慎了 而且今天任务紧急 我还驾好不在家 只能借了朋友的平板来完成任务啊 用着极其不顺手 唉 被舔过了 前方还有一个 不知道会藏着什么厕所宝藏呢 哇 我的老天鹅 二级甲UZI全息 此时的我还没有背包啊 只能踹刀里 虽然味道一个比一个大 但我从来没有舔过这么香的厕所 得赶紧找个人了 试试这把从厕所捞出来的幽灾 有没有进水 敌人就在隔壁楼 奈何这把枪 味道太重了 严重影响了我的瞄准啊 我们还是直接冲过去吧 果然是一位老师啊 刚刚在厕所掏的子弹 接着就又要空了 我们去找另一个 这貌色是个机器人吧 早知道我就拿全锤了 前面房子还有一人 我们来隔壁观察一下 及时趴下 防止他从窗口看到我们 瞅到了吗 这人知道我在附近 正在卡视野 等我过去 奈何磨高一尺 倒高一丈 非常配合 主动爬出 镜子不动让我打死 这才是高素质玩家 看在你人这么好的份上 给你的盒子一个特写吧 又没子弹了 不能再打人了 先拿到厕所 空的 空容弹侠 我正常一梭子都装不满 你告诉我怎么空啊 你们一个个的能不能消停点 哎 没有子弹 有心无力啊 你看看 这精心粉霜的蓝色厕所 就是不一样 不仅味道小 里面的东西都好啊 因为MP45 刚刚开枪的出小子 出来受死了 看 他就在对面的房子里 现在开枪太浪费子弹了 我们静等待他出来 又发现一所蓝色厕厕所 当年在批城叱咤蜂蜂的秘幻 如今只能靠厕所度日 哎 更不幸的是 厕所居然已经被人舔过了 还好舔得不太干净啊 接着我又逛了几家厕所 都被人搜刮一通了 反正都是要成河啊 为什么连厕所都不放过啊 我一家一家的探索着 玩游戏从未像今天这样 物资匮乏 同时还要应付 接踵而至的战斗 我宣传地怀疑 我身上的物资 到底能不能支撑我到救赛圈 突然身后开了一枪 让我警惕起来 我慢慢地摸了过去 不断有人在前方牺牲 想必他应该在一个阴险的地方吧 前方整整齐齐地躺着两个盒子 没有太多反抗的痕迹 估计就在前边房子阴着呢 你看 你看看这些盒子 我就看看我不舔 二级头三级炮 你说这能不香吗 而我就像一个尿皮尿急 还有糖尿病的老大爷 遇到好东西不能捡 还要不腾地找厕所 又是两个厕所 几乎毫无收获 这已经是第十三所了 我身上的衣服啊 已经被熏入味了 无可奈何 只好开车 踏上寻找藏着肥美宝藏的厕所之路 绝宝的路途中总是无聊的 就让我为大家表演一只 翘遮华尔斯吧 可惜这里并没有厕所啊 我来到人烟稀少的野区 按理说这里的厕所没被舔过 而且味道还比较小吧 如果和平精英这款游戏啊 也有味觉设定的话 那我可能已经死了 发现了 是野生的小厕所 我很喜欢这顶 从次第战场S1 就一直跟着我的帽子 所以啊 我需要一顶头盔 来保护它 不被弄放 绝不是怕敌人爆头啊 可惜只有一个握把 我再次失望地离开 我不确定 身上谨慎的无助发子弹 能够对付一只 装备精良的满编队 就在我不再对对人 小厕所抱有相心时 看我发现了什么 一把SGA 还有一把香蕉 我听说赤香蕉 可以缓解便秘 但是在厕所时 那也没有点太重头了吧 接着 我就在旁边的第16所厕所 发现了一个急救包 现在每次开厕所 总有种客厅开箱子的感觉 南方枪声响起 我寻声而去 但却被山上的呆子 吸引了目光 它好像在填包 这时候我才发现 我没有背镜啊 人就是永远不知道满足啊 它看起来比蚂蚁还要小 还好我看起了陀螺的功能 瞄得够准 而身上又下来一人 好像想要救它 我想这一定是真爱了 既然是真爱 那就共换奈一起倒下吧 可能老天觉得我干得漂亮 在第17所厕所 赏给我一个二级头 这次可以说是装备齐全了 我回到车厂 前往一开始枪声响起的地点 希望它还没有走远啊 不仅没有走远 还多来了一个 怎么没呢 原来是被树木遮住了 右侧还有一个 不然被击倒了这个 总不能是在打田里的汗虫吧 果然别人的设备 用的还是不顺手啊 险些被反杀 4个2还有16发子弹 显然有些不够 虽然再也不想进厕所了 但也无可奈何 这把P18C 我还是拿着吧 以备布局之躯 我找到路上的车库 补给换车 同时发现了一所新的厕所 38556 很是及时啊 门口还有一把AK 以及大量的子弹 但是毕竟不在厕所里 我们还是不拿了 我开上棋谱 路过大概是游戏结束前的 最后一所厕所 抬高的屁股 瞅着厕所里 发现了一个好伙伴 没错 是一盒.45子弹 我冲进了决赛圈 选取了一所好房子 作为据点 而马上又来了一辆车 跟我看上的同一片房子 我打算直接翻冲而下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就在我落地时 又出现了另一辆车的声音 先解决到一个 后方有人袭击我 要赶紧躲避 但却因为枪声 没有听见侧边的脚步声 而我此时正在换弹 我想一个大跳 晃到他的侧身 却正常被他用头 击中要害 瞬间残血 下此疼痛影响了我的步法 最终只能含泪成河 这次我失败了 没能完成任务 也请各位领导在评论区 驾达下次任务 我一定竭力完成 火星秘幻 我们下期再见